来一把蜘蛛 大家强烈想看我玩一把蜘蛛 我就跟你们整一把 一般来讲我都不玩这个英雄的 因为玩这英雄没有意思 15分钟游戏就结束了 就结束的太快 没什么节目效果 所以这把的话可能会有点 操作失误之类的 不是我很久没玩了 空一下时间 老观众都知道的 我的蜘蛛15分钟就结束了 但是作为一个直播来讲 这不好 结束太快的话 对吧 你们看了就没意思 不打了不打了我走了 给他开心刷能量吧你们 哎呦非得打呗 救一下他好了 这么打一集团太亏了 这开心吸能量吸太多了 就非得追出去 看他其实已经可以收手了 开心两个助攻 他还想跟我来抢 他想从F6开他这样子 你看这AD还不帮我打 妈的每次一集团我都要亏 真恶心 别惩戒了 我怕这个屌毛Q过来把我偷了 你看自己打 这凯影不一样的 凯影自己打速度也很快 我们这个时间就是金钱 这个就是比较看前期 而且这个英雄是一个主杠客型的英雄 所以越早到三越好啊 速三打法 这个路可以抓一下 这线压的很凶 这有纹块没洗了 要吃炮车的 让他控一下线 这凯影他 他这把应该是狼开 他会待会就在上方去 在上方去 我们这波先吃上蟹 现在没补到血亏 待会可以再抓一波露露 从露露这个闪现不给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没闪 这波凯影应该要来抓上了 他这一圈刷完了 妈的你还要游走 你想死了是吧 小可爱啊 这怎么自己下了 只能拉走了 这波没异到他可惜了 你在干嘛你在玩死猪皮 我怎么也没溢到他 这个钱还差一点点 先来个850 亏死了这样 太塔没傻 可以先把卡拉杀了 太塔没傻的话 可以两个一起吃这样 其实如果能打1100更好 先那个来个法床鞋 对吧 估计要打后期了 这样子 先把龙控好了 我们这个阵龙啊 前期没优势 就有点难了 这就变身了 6分钟 太恶心了 快点快点 这堪影要过来 上头了对面 这么跃塔的 不怕我们当人看这是 这卡影期间变身的话 他没到6 作战能力 其实也不是特别强的 他起来厉害的话 也是比较看等级跟装备的 我再把这个核桃蟹 给他拿一下 先Q他 再补一样 一套给他秒 这样控制就不会重叠了 再抓波下来来来 包了包了 这之后就这点比较好 打打前排比较快 不怕太坦 不要让他余阵打开就好 这我再补一 这就是节奏起来了就行了 我再去把这个 前方给他拿一下 再抓一波上 一波就把他抓废了 差一点点 没举到没举到 怎么可以硬推这个塔来 他们终于也没状态了 来直接直接越直接越有兴奋卡 这个AD来守 先退下先退下 这个这地方不好打 有鹿鹿有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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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扭吧 我都走死角才异他了 有点假 他这个主要他这个 等一下 他这个我是走死角才异他的你知道吧 一般来讲这个异是躲不了的 他往这边走的话就要回头吃女毯的Q 女毯也没Q的距离差一点点 我来个这个法创血暴力魔杖再来一个 这把有三三个射手啊 而且都是劣势的 这可以太好杀了这样 你看我一不在他们就得死这样 赶紧把这塔给他推了 这把得结束的快一点 感觉拖后期不好打 每一个人头都跟我有关系 可以包这个AD的 泰坦没过来 这泰坦不给他打出余阵 可以杀的 可以 这个AD长大了 终于有个头跟我没关系了 这泰坦只要不打出余阵 我都可以秒的 前天是不要让他打余阵 叫闪 走吧 跑过来了 你看 这把还是让他余阵打出来 但是伤害够 队友补一下就行 登不上就可以杀掉了 我好满啊 我到我满这个 砍到我了 走了走了 我没拦了 我没拦了 你这扭啥 你一直扭 这鹿鹿扭来扭去 干嘛都到墙壁了 你还扭 这人走位 我不是很能看得明白他 这个地方 他左右扭着在原地等待 你知道吧 我看不懂他的走位 你说他会玩 会玩也不是这么扭 你说他不会玩 技能又给他躲了 我回家了 开始读书 来本数学 来本化学 先退一下 这一套一套的 我技能没好 可以 这W挺扯的 他看到我了 被伤害了 我没验 他愣性有点高 感觉点了那个了 没有 他没点坚决系的 也没损一些 这女坦Q晕的时间 还是太短了 把大龙拉了 可以一波了 先B一波来好了 他点了一个黄色的 点了一个黄色 我忘了 主要还是这女坦Q时间太短了 就一秒 卡龙先拿了 感觉这把塔下不好打 我回家换一个法杖棒了 我换个法杖棒了 打太短就很快 这个AD在人家脸上 他二杆十二是有道理的 有时候你的优势会让队友产生一种错觉 他也优势 结果他就会去烂 烂了就要出问题了 这个蜘蛛太久没完了 还是稍微有点欠缺一点 知道我为什么平时不玩这个英雄了吧 我玩起来自己都害怕 下一把 以后不要再让我玩蜘蛛了 真的 15多 16个头 有道理 我的我的 好吧 15确实有点多 前15分钟每个头都跟我们有关系 有什么好吵的 你们很烦 我都很烦 排到有时候排到别的主播 没什么好吵的 排到就排到了 有输有赢的 挺正常的 我这个伤害遥遥领先 这一个人等于三四个队友的伤害很离谱 大家没点光记得可以点一下 但是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 感谢冰炫送的飞机机械冰炫 左左右提交 我看你这个ID也是真爱粉 你一边说着别人数字差 却就做着数字差的事情 到底是谁数字差的 本来是没什么事情的 你这个越刷事情就越大 如果你真喜欢你的主播 就是少搞这种事情 我们直播现在的兄弟们也这样子 我就很烦 每次排到主播就跟打架一样很烦 好像弹幕有些人巴不得死 这两个主播死好像